最新消息 空军F16V传出坠海意外 今天下午3点多 嘉义空军基地执行F16V旅行训的演训 而训练地点在水溪拔训场 传出一架辽机坠海 编号6650 目前状况不明 飞行员是一名陈信飞官 现在空军司令部正在处理这起失联意外 详细的状况连线记者萧比仪 好 观众 空军的嘉义机 那么在今天下午大约2点55分的时候 那么在嘉义机里一架F16V的单座战机起飞 来执行例行性的训练任务 好 不过在这个3点26分的时候 在水溪拔的这个拔场的周边 突然是消失在雷达上面 那么整个光点消失 现在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了 应变中心来展开搜救的一个行动 那事实上根据了解 今天下午所做的一个是一个 涉及空对地的一个涉及的相关的一个训练 不过在这个执行训练任务 大概30分钟之后 大约在这个3点26分 在这个拔场的周边 这个整个光点是消失在雷达的萤幕上面 根据了解 这一名飞官是一名诚信的上位飞官 那么算是一个学员 而他是从所搭载的是一个辽机 那么编号是6650 那么大约在3点26分的时候 光点是消失在雷达上面 而传出这一名诚信的飞官 但是当时是没有跳伞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F16V这个等于单座的战机 在东西外海的部分 那些目前的这个空军的栽域基地 那么也派出这个相关的救援人员 来赶到现场 希望能够呢 有传出这个 找到这个飞官 失联的飞官 那么根据了解 包含了国搜中心 还有这个海巡舰艇 也进行海上的一个搜救 那甚至还有目击的民众 看到了这个整个战机呢 是在这个湿地的北堤西侧 坠入到海面上面 也因此呢 包含一些空中的一些搜救的一个单位 也都全力进行搜救 而总统参议文呢 在知道这一起 这个坠海的失联意外之后呢 那么也表达要求呢 空军立即成立这个应变中心 各单位都要进行来搜救 那么现在呢 并且要来厘清相关一个事务原因 好 那么究竟是人为因素 还是说呢 整个战机的机械相关的因素 现在目前不得而知 那么空军司令部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了解 而空军司令也在现场 作证指挥 那么根据了解稍待一回呢 这个空军司令将会有 对外做出的最新的说明 那么整体 整个F-16V的 最海事件的整体事件 到底是如何 那么详细情况 在随时为您讲 我再把时间镜头 交往给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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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